今年的芒果生产过剩产地价格大跌 一斤只卖到17元了 农民真是苦不堪言 农委会因此决定收购芒果 可是芒果冰价钱怎么都没动呢 一盘还是要卖你150或甚至160 但是看看2005年或甚至2008年 当时芒果的价格飙涨 芒果冰也是跟着涨 那么现在芒果变便宜了 怎么芒果冰的价格却没有跟着降呢 闪口的芒果冰是许多人夏天的最爱 但今年芒果却因为生产过剩 价格大跌 农民叫苦连天 让农委会决定由政府收购 虽然芒果变便宜了 但芒果冰还是有业者一盘最贵 要卖到160元 现在芒果的净价是多 这方面可能必须要透过公司 我们才有办法了解 业者不愿透露成本 但现在芒果一斤才17元 比往年便宜了四成 但芒果冰一盘却还是要卖150 或160元 让民众直呼 明明芒果降价 芒果冰怎么没跟着降呢 是有点贵啦 可是小孩子喜欢啊 可能要人事成本啦 便便啦 一排芒果冰大约用掉1.5颗芒果 单纯的芒果成本才20元 加上其他煉乳 芒果浓缩汁 糖水等算一算 成本可能不到50元 但许多冰店一排芒果冰 卖到100多暴利三倍 相较于2008和2005年 芒果价格飙到7 80元 芒果冰也涨价 现在芒果价跌 芒果冰仍卖同样价钱 也难怪有消费者会觉得不太公平 春轩台北最后报道 芒果价格飙在沙漠上 芒果冰大约掌 芒果冰大约掌